柔佛州大臣哈斯尼两天前就宣布 马鲜两国将会在这个月29号 同步开通陆路关卡的疫苗接种者旅游走廊 新加坡贸工部长严金勇今天就透露 马鲜陆路关卡旅游走廊确实有望在本月底开启 但是细节还在敲定当中 严金勇对陆路疫苗接种者旅游走廊 在29号与航空VTR同步开通表示乐观 但是他强调两国依然在敲定运作的详情 预计下个星期会公布更多的详情 包括如何订票等等 让有意到我国的新加坡人做好准备 他透露初期阶段 陆路VTR将从较小的人数顶线开始 不可能回到疫情前 每天有成千上万人往返两地的情况